休息一下 對不起 可以囉 今天的活動一共表揚了 一黎媽媽、心黎媽媽、自黎媽媽等七大獎項 一共有50位媽媽獲獎 可以讓社會大眾看到多元的母子角色 一旦為人父母之後 對整個人與人之間 對家庭、對親情 都會產生很奇妙的變化 所以總而言之 每一個家庭的母親 就是家裡面最重要的支撐力量 所以我們時常講一句話 上帝沒有辦法照顧每一個人 但是給每一個人一個媽媽 可能類似就這個意思 就是母親對一個家庭來講 是多麼的重要 今天是溫馨的5月 所以高雄市政府 也特別在武昌教會舉辦 今年2019年愛你99美麗媽媽母親節的表揚活動 那總共有50位受獎的媽媽來接受表揚 裡面有包括美麗媽媽、多麗媽媽、毅力媽媽、自立媽媽、心力媽媽 在我們受表揚的這些媽媽 他們都有讓我們非常感動的故事 不管是撫養他們自己的小孩或是自立自強 然後為了家庭帶起了這樣子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大逃 市長韓國瑜逐一頒獎給50位美麗媽媽 她說為了父母之後才可以深刻體會 家庭與親情的奇妙變化 每個家庭中的母親更是最重要的支撐力量 史方新聞 郭文許建議 高雄採訪報導